音乐 音乐 你有多久没试过花时间拿纸笔写下字 或者慢慢去晒一张飞梦上 让自己放慢脚步去体验身边的事物呢 艺术家每次去创作 整个过程就是一个思考、一个实验 就好像版画一样 画家一刀一刀地将脑海的影像刻出来 再加上游脈去骄印 每一步都充满心思 上一集 我们欣赏过一批珍贵的历史版画 今集我们再放慢脚步 深入认识一下版画 这种万节奏的创作 是如何在香港发展起来 用递书去写刻画两个字 透过递书的厚重方笔 和比较粗的线条 希望整体看上去就会有一种实在 和重量的感觉 遗书在古代出现的比较多 都是一些石刻、碑刻的作品 那种刻下去的感觉 正正就是和刻画 好像在动作上有些相似的地方 刻画我就会想起一个很深刻的过程 一个你会反复思考 应该怎么做 有什么方向可以做 是一个思考的沉淀 说到英文字print 可能大家都会想起电脑打出来的文件 或者图像 但其实print和艺术都很有关系 上一集我们就说到抗日战争时期 艺术家如何将宣传的讯息 制成版画宣传出去 今集不如我们将焦点放在香港版画 特别请来两位嘉宾 分别是香港文化博物馆一级助理馆长 马佩婷 Poulence 和香港都会大学人民社会科学院高级港师 曾月群Sally 不如先请Sally讲一下 其实版画有什么特性或者特别的之处呢 简单来讲 版画就是在一个印版上 先创作了图像 然后转印在一个成印品上 所以它和我们熟知的绘画、书法、雕塑 我们这些叫直接性的艺术媒介是不同的 所以版画具有一种叫间接性的特征 版画也可能大家也会知道 有不同的版材 有木版、石版、金属版、丝网、数码版等等 它们各自的制作技术、材料、语言都不尽相同 即是我们用不同的材质去制造印版的时候 印版本身有不同的技术或方式去制造印版 是 没错 传统上我们可以分为有四个大的版种 就是粒特和平孔的四种 粒版画我们也称为金属版画或者是铜版画 就是在版面上通过挑、刻、腐蚀这些途径 制造出深浅不同的图纹、坑草、线潮等等 这些坑纹就可以积聚了一些油脆在里面 其余的平面上的部分 我们会抹走一些油脆去 经过版画机的压力压印之下 这些有油脆的坑纹、图纹 才可以压印在纸上 例如大家玩过的橡皮图章、树荫 或者我们的木刻版画都是属于突版画 它和粒版画有什么不同呢 突版画就简单来说 它就是将一些不要印的部分 我们移除它或者是挑走它 所以剩下的部分 我们就相对叫做凸起的部分 这些部分我们涂上油脆之后 就可以唐印出来 平板画我们也称为石板画 因为最初是主要用石材来印制的 平板画我们用一种水油护砌的制板原理 就是将人分开的意思 会分开的 因为油脆主要是油性的 我们在经过制板之后 用墨粒 就是用一些亲油性的部位 它那些部分才会黏上油脆的 我们制板的时候 就会有一层水膜双隔着 令到其余的部分 不想上颜色的部分 它是不会沾到油脆的 所以只有油脆的地方 才可以移印、转印在纸上 有些朋友可能不太熟悉 其实施网大家也会知道 例如T恤都经常用这个技术 在一个印网上 我们将一些不要印的部位 事先用一些属于胶类的涂涂液 将那些网孔封闭住 其余的地方 没有封闭的地方 就会让油脆或者颜料 通过这些很幼小的网孔 是印在它下面的纸张或者其他物料上 所谓的就是技术性 就是哪个粒、哪个特是指引什么图案 但艺术家去选择粒和特的时候 其实那个考量或者判断是基于什么原因 很过人的 因为每一个版种都有自己的个性 和它的特征 所以出来的视觉效果也可以完全不一样 这是一个版材的分别 但是在一个艺术创作上面 那个表现形式 其实版画是非常多样化和十分丰富的 Prudence 刚才Siri就说到 关于版画制作上的特色 或者本质上的特色 在作为艺术媒介上 版画的特性是什么呢 版画其中有一个很大的特性 米哈里刚才有提过 版画的英文是Prints 由此可见版画 其实是来自printing印刷术的 现在全世最古老的版画 就是唐代公元868年金刚经 出版的时候 里面有一张佛像 这张就是现在最古老的版画 印刷 我们很少引一份 所以版画都带有印刷术的这种複素性 即是说版画家会用同一个印刷 去印出多张的作品 这个和通常只有一件的绘画 或者雕塑作品非常之不同 版画因为有这个複素性 所以就可以增加艺术品的流通量 即是说可以令到更加多人收藏到艺术品 2013年李慧嫇就和香港版画工作室合作 他先将这些肥公仔画做一些图像 然后邀请专业的版画师 帮他造成木刻版画四眉图 这样就可以令到更加多 喜欢李慧嫇作品的朋友 可以用版画这种方法 收藏他的艺术作品 我们用了相当大的蝙蝠 都说一下版画的一些基本特性 是时候都进入了主题 就是香港版画这个故事 应该由什么时代开始讲起 其实在1930年代 老讯在国内发起这个新兴木刻运动 其实是说什么呢 就是主张用木刻版画去到 唤醒对国民苦难的同情 甚至希望可以唤醒他们的醒觉 在三四十年代 不少这些版画家来了香港暂居 于是他们就把木刻版画带来香港 当时有一位代表人物 就是黄申波先生 他在1948年的木刻版画 码头就表现了他很独特的木刻风格 黄申波当时就来到香港 他在西华码头附近上班 经常看到码头上有些苦力 或者一些拾荒者 甚至是小孩 他就用木刻版画去表达了 对低下阶层的同情 而他另一张很经典的作品 就叫《买血后》 当时有一些失业的人 为了生活就唯有去买血 他就用版画去表达 这位失业者买血之后 天船地转痛苦不堪的样子 这个时代的版画 其实是倾向写实的题材 他就用黑白对比非常分明的画面 去表达版画家对人民 甚至社会的感情 Salia 刚才Prudence说的那两幅作品 从版画技术上 或者美学上 有没有这些地方值得我们去留意一下 譬如好像黄申波这个版画作品 我们也看到 版画其实也可以是非常直接 独特 和有一个表现力的 是 因为木刻版画 它是用黑刀去刻画的 通过刁、刀、刮、铲 铲等等这些手段 就是表现一个形象出来的 尤其是中国的木刻版画 我们说是用刀如用筆 所以是用在木板上 用刀去刻画 其实是像书法上的点线面一样 只不过我们塑造出一个立体的表现出来 无论在造型或者线条上面 都会特别多一个所谓的硬边的效果 所以明暗就会比较清晰 和比较强烈 而我看回我们今次看到的作品 你会发觉 是抱着某种当时南来文人的集体情绪 当时南来的文人其实也带着某种焦虑 带着某种压抑了很大的情绪 而通过艺术品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地感受到 而带着时间再走下去的时候 其实我们知道整个艺术的发展 又开始和城市产生关系了 和香港本地的社会产生关系 去到六七十年代 那个故事好像又不同了 我会想想看 那些小东西的自己 那些小东西 因为等等 那些小脑 或传奇 都便不够 真的 他 我 他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了六十年代 在美国兴起了一股版画的热潮 当时非常流行普普艺术 他的代表人物Andy Warhol 都经常用斯网版画来创作 到了六七十年代 香港艺术家就比较多机会 去接触西方的艺术思潮 好像香港很出名的艺术家 韩志昏那样 他就在六九年考取到奖学金 去到美国深造 他当时就去了纽约度学版画 但是韩志昏并不是 将美国这一套版画 硬生生地搬回来香港的 他做的版画多数是以斯网为主 但是也加入了很多东方的元素 好像书法、诗词 所以他创作出了一种 比较东西兼容的艺术风格 跟之前四十年代 黑白的木刻版画也很不同 在六十年代 刚才说的 受了西方思潮的影响 不少艺术家都希望尋求突破 他们都用不同的实验 去尋找一些新的技术 和一些新的艺术语言 亦都用不同的物料和技术去创作 所以韩志昏的作品 是将这个中西的技术 互相配合 展示到他们对于新的技术 和新的突破的追求 还有我估计在韩志昏先生的作品里面 我们看到就是板画的技术 和其他 例如绘画的技术 例如它用噴漆的技术 等等的融合 即是说板画 不只是在板画的范围里面 去使用板画的技术 而是它配合着其他 例如水物 其他的油画的技法等等 这个其实都是六十年代 一种相当有实验性的尝试 是吗 我们刚才所看的板画作品 多数都是平面的 但是去到七八十年代 香港的艺术家 就尝试打破板画的框框 那我们可以说一下张义老师的作品 张义老师本身是一个雕塑家 而他独创的柱子板画的灵感 居然是来自杏仁饼 杏仁饼上面的印文 就是正正想得到的 新的板画的突破 于是他就周围去搜救一些 中式的饼舞 回去做研究和实验 创作出他独有的注视版画 可以做出一种浮雕的效果 其实是为香港版画 带来了一些很大的突破 我猜刚才提到六十年代西方的泡泡 甚至在国家上的抽象表现主义等等 其实那种对于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线 开始拿走的时候 很多艺术家真的尝试从生活里面 找素材和现成物去加入創作里面 而韩智芬先生和张义老师 都是尝试在这样的思维里面 尋求他们的艺术突破 但是当我们拉幅度去看 又发觉那种时期 而且我们香港艺术 无论是韩智芬导师还是张义老师 都跟一种所谓华人元素 或者中华文化元素有很结合 所以我们看到水墨上面 其实都有很多尝试新的发展 其实水墨和版画的关系 长久以来都有 你有没有听过水印木刻 这个是中国制造版画 最传统的技巧 方法就是用一些半透明的水墨 去到做吐饰 带出水墨那种浓淡有致的效果 其中一个做水印木刻 很出名的艺术家 就是梅创基先生 他本身是在广州出生的 曾经入读广州美院的版画系 他在1963年 就在内地来香港定居 他1971年就创作了一幅 木刻水印作品 叫做《沙奴》 这幅是一幅水墨的山水画 是 但是当你细心去观察的时候 其实你会看到上面的木板印纹 其实它是一幅版画 就是整幅都是版画作品 没错 并不是画出来 是印出来的 Sally 在这种水印木刻的制作上 其实有没有什么特别注意 或者特别难的地方 就像刚才Pudence提过 它采用了一些水溶性的颜料 代替了传统的油性油物 所以那些饰面能够自然滲开 可以做到类似水墨酸炎的效果 梅创基先生运用版画的技术 去将现代抽象和传统水墨 互相结合来做创作 我们看了韩智芬老师 张义老师 梅创基老师的作品 三个当我们看的时候 如果我真的用一个形容词来说 就是很稳定的画面 但其实版画创作里面 那个稳定性 或者那个创作者 可以预计出来的效果 其实是有多紧的呢 不同的情况会出现 不同的组合 因为版画是一种的 叫做间接性和复制性的特性 我们不能即时 能够100%预见出来的视觉效果 所以反而它隐藏了一种 大家都未知的一种的趣味性 在里面有待去发挖 版画其实它不是一般人 想象中那么黑板 那么尖锐 反而它是有很多无穷尽的变咒 和组合的可能性 在里面的 Pudence 这个是不是就是所谓版画的实验性 没错 我记得有不少的版画家跟我说 掀起印版那一刻 真的充满着惊喜 有惊也有惊喜 因为版画会涉及很多化学的元素 所以那种化学作用 有时未必是很平均一致的 就是这个版画 令艺术家觉得充满惊喜的地方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说间接艺术的那种 间接性艺术那种实验的一种状态 就是你既是好像在控制 或者想去迈向某个视觉的效果 但同时间它会产生一种不稳定性 但这种不稳定性可能更加是刺激到 一种新的美学或者视觉的概念出现 在整个版画的艺术在香港发展 去到六七十元代 其实我们看到是有很多西方的一些学习 然后带了一些经验来到香港再发展 但是当来到香港着地 其实在整个教育上面 在版画艺术的教育上面 其实是一个什么的状态呢 其实香港在1950年代 都还没有正规的版画教育课程 去到1962、1963年 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 就开始第一个版画的课程 这个就是香港大专第一个版画课程 而这个课程的第一位华人导师 就是李东强先生 他是主力做石板画的 最出名就是做石板画 石板画就像用水墨那样 直接在板上画画 所以你就这样看 他也有水墨那种浓淡有致的情况出现 李东强先生 在香港中文大学培育了不少年轻的艺术家 在他众多的学生里面 其中有一位很出名的就是廖少珍老师 廖少珍老师 日后也培育了很多新一代的版画家 他们两位都是非常出名做石板画的 我看了廖少珍老师的作品 无体 但我们可以看到 好像一个对照的状态 下面有一些很密密的点 其实如何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你在制作上 这个石板画有一个特点 其实都可以很类似我们的素描 配画 我们有不同的工具 是可以用线 或者用毛笔 可以用液体性 或者是硬线 去创作不同的画面 在板上 这个也是类似我们做素描的状态 是将一些很仔细的文理 或者造型 都可以绘画在板上 然后再复印出来 因为板画外于某一些板种 它是需要一些比较特别的机器 例如板画机 特别的设备 或者工具 甚至是和这些化学物件 去使用去配合 所以令到板画 不能够太容易普及 如果说到板画艺术教育 近年来也都是 好像以往一样 很多是中小学的美术老师 他们参与了这些板画课程之后 回到自己的学校 都去教授自己的学生 这个也是作为我们的板画 推广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因为如果只是一些 专上或者高尚的途径 去学习这个板画 其实真是那个数量 是非常之偏少的 我们其实应该是更加多 去做不同的展览 板画的展览 课程 是有更多的资源 用不同的渠道 令到大众更加是 认识和欣赏板画艺术的 今集很多谢Prudence 带了很多的藏品上来 和我们分享 也都多谢Selly 分享你的经验 板画艺术 去到香港的发展 从四五十年代开始讲起 我们发觉 原来走过不同的路 当中的实验性 有创新有突破 来到数码时代 究竟突破会是怎样 不如我们下一集继续去讲 这是最好的时代 这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路仔翻查俗谱的时代 这是妖怪穿着修道谱的时代 你没听错 我是说这一系列 叫狂想曲的版画 他们是由十八世纪西班牙浪漫主义画家 戈牙所创作的 那时他是宫廷画师 但他一点都不理地 反而因为日日帮这些黄质成员画人像 看到他们的腐败 所以就以这八十幅版画 去讽刺上流阶级 和批判社会的荒谬 例如这幅 就以奴仔翻查俗谱 比喻上流社会重视血统 这幅穿着修道谱的妖怪 就是讽刺修士的偽善和贪婪 哥雅曾经说过 繪画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救赎 再看看这幅 叫1808年5月3日的画 描绘西班牙半岛战争的情景 以前的战争画 多数是纪念性质 而哥雅这幅就表达对战争的强烈控诉 堆叠的尸体和指着平民的长枪 展现了科技在战争之中带来的残酷 死亡就是这样, 变得很轻易 而中间的平民 放出个好像被钉十字架的姿势 加上手掌上的洞 就像慰国殉道那样 这幅画的震撼力 还影响了后世的马内 和不加索两位大画家 神与乱世, 凡事都狠坏 但艺术家能够在动荡不安之中 抽取创作的养分 这些就是崇高的境界了 创作从来都不应该固步自封 随着时代变化 艺术世界出现过不少的风潮 一支画笔加上一张纸 画出很多不同风格的作品 而在近二、三十年 数码科技的快速发展 为版画这种充满手作味道的 艺术媒介 带来不少挑战 今集我们会继续走入 香港版画世界 看看一班本地的艺术家 如何将传统版画 结合新概念 尋找新突破 创作出跨媒界的作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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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这两个字很有力量 亦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因为《突破》就有一种 破旧立身的态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草书是多个书体内的包容性 最大 意思是它的线条 点线面 空间的变化 亦可以做得比较夸张 以前古人寫书法 都会探求如何突破自己的风格 或者如何和不同书法家之间的风格 可以更加鲜明 板弯艺术 是一个充满实验性的创作媒介 艺术家用不同的物料、技术、转化、图案 创作出不同视觉效果的作品 上一集我们就讲到 香港的板弯艺术早期发展 今集不如就讲下近这二、三十年 香港板弯艺术如何变咒 今集很高兴 请到香港板弯艺术家 翁秀梅上来 翁除了是艺术家之外 还是香港版画工作室的项目总监 和很多有知力和年轻的艺术家合作 其实翁你一开始是如何接触版画艺术的呢 我想跟大部分人一样 我是从中学开始去 在美术堂学过版画 但之后我有机会 加入了当时理工学院 有一个课程叫做私人 那我就由那个时候开始 就比较专心一点去做版画 那之后是继续在香港发展 还是有其他的进修 在理工毕业之后 那我有个机会去到美国 那就去尝试去接触 另外一些版文媒介 去到最后 我是专学做石人 那去到我的 Postgraduate Study 就是在New Mexico 在一间叫做 罗望子学院里面 除了创作以外 怎样创造一个写商 怎样去市场 我都会有机会去接触到 那这个从外国去吸收经验 去学习 然后又回到香港的艺术世界 那里中间是一个落差 还是还是你发觉 当时香港和外面的世界 在版画上面 其实有什么分别呢 我在理工的时候 读的时候 版画某个程度上 已经开始是一个 因为已经是去到一个高潮 发展的高潮 80年代 开始去到一个樽颈的时候 当时我 或者是我身边的同学 或者是其他的朋友 他在想的就是说 版画会被指 指模式限制住 于是 起码我认识的朋友里面 他会想的就是说 还可以印到什么呢 因为私印会比较 其他的版权会比较 有弹性很多 可以印在立体 或者是不同的物料上 例如我现在可以说到 有朋友印在砖 砖 红砖 胶片 布 这些都可以是在私印里面的能力 可以做到 去到外国 我想在两方面 会有个落差 就是我们明白的 就是说 当时香港的环境 未去到有一个 专业的版画工作坊 就是好像我在罗王子学院 学到的一样 但是在当时 另外一个风气就是说 他突破那个樽颈的时候 电脑媒介会为我们 创造了一个机会 就是说 如何用电脑软件 去帮助做版画创作呢 在九十年代开始 已经有不同的朋友 去做这个尝试和探索 在这里 经常都说 九十年代就是个樽颈 七八十年代就是 最兴旺的版画时期 但是九十年代 其实也有多少 出色和有代表性的作品 我知道阿翁也带了几幅 来和我们介绍 这个是很特别的就是说 刘谷是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他用彩色影印机去做它的创作 但是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彩色影印是一个相对上一个比较贵的 不是人人可以接触到的打印机 他就利用了彩色影印机去做它的创作 同时就是说 彩色影印机打在一张纸里面 实在太像一张印刷品 他就去想的就是 宣传弹章 是的 于是他就研究就是说 怎样用那些 将影印出来的图像 移印到一张版画纸上膏 令到画作的味道更强一点呢 因为那时候如果还记得 九十年代那些打印 其实板画纸这么厚的字 其实没办法真的直接去摆 摆到那个打印机里打印 所以我想那个转法 是不是就是这种物料 就是说纸的物料 和印的物料的那种尝试 我想纸的厚薄 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例如在第二张 刘淑芬的作品里面 他用孙纸 在他的家的打印机里面做创作 打印机会需要有一个步骤 叫做担纸 就是把一张纸拿起来 但是孙纸那么薄 那么透明的时候 是会很容易破坏的 在这里 刘淑芬是做了很多的研究 就是去试 如何让打印机 可以成功地担到一张纸 去印出来 如果你看过图像里面 你会看到当时那个像素 还是很低的 你会看到有些打格仔的情况 出现 但是那个油墨滲了 在孙纸的纤维里面的时候 又令到那样东西 是很像水墨或者水彩 但是他又看到有打格仔 那个效果出来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探索阶段 大家在试试这个数码科技 电脑软件到底可以做到什么 在当时我自己去尝试去做的时候 我就会最容易去拿到的就是影印机 当时我就收拾了一大盒 在树上掉下来的树皮 枯树皮 将树皮放在影印机里面 利用影印机的可以放大 来到一个小小小小小小的 将图像捉起来 这样就做搭配 做拼贴 然后再用这个 一般传统的石刃的方法去制扮 我自己的实验里面 我会觉得就是说 它好像画 當時在我來說,我想追求它用影印或電腦圖像 去做到一般或傳統的石印做出來的效果 我覺得很開心,因為這是用另一種方法去做 我感覺到一個觀察就是當時的朋友 包括我自己,如果是太明顯的打印效果 或者是很明顯的電腦味 大家會想盡量避開它 我也想問這個問題,例如我們作為不懂版話的人 又聽到用影印機或者打印機來做版話 我們會覺得,是不是出貓的? 我們生活中的版話不是這樣的 作為藝術家,即是版話的藝術家 你們的掙扎在哪裡?那條線又在哪裡界定呢? 如果不是,我家製作了一個JPAC,然後打印 我是否可以叫自己做版話家呢? 這個問題很好,我想在90年代開始的時候 大家會有這樣的顧慮 今天我可以毫無顧慮地告訴你 其實版話跟其他藝術媒介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版話是隨著印藝科技的改變 而去採用不同的媒介 我想這個是版話最有趣 或者是最令人感覺到挑戰的一件事 我們說了很多關於打印出來的藝術作品 看上去的時候,我覺得其實不單單是因為有技術而產生了那個藝術作品 而藝術家如何思考這個藝術的技術的媒介 去創造出新的藝術的一種效果 我想大家用了十年的時間去探索 去認識、去明白媒介之後 接著就開始百花齊放了 男人上樓梯通常用於做標本製作品 植物標本上的一個contact printing的方法來做 在2013年的時候,我們在牛棚做了一個項目 馮浩賢當時就在理工大學上教書 他實際去觀察了環境之後 他就帶了他的同學、他的學生 每人拿著一個空盒、一個吉盒 就去牛棚過了一條街隔離的十三街 其實是十一街 帶了一大盒在車房搜集到的零件、工具 就用藍印的方法 一個contact printing的方法 做了一系列十一件的作品 就是吉祥物 即是用那些零件的形狀 然後再整合 然後出了我們現在看到籠籠、鳥等等的圖案 其實你會看到裡面的工具 螺絲批、士巴拿等等 全部會看得很清楚 還有整個展示方法 就是用一個裝置的方法形式去表現 就是你要走進去去看 或者在兩邊去看的時候 我想是你在其中裡面 或是在一個紙本裡面去看 我想這個是一個挺成功的實驗 講一種通過的 在社區裡面去搜集物料 然後再去轉化圖案 其實這個也是 就是版話藝術 一個很基本的創作方向 而社區藝術也是當年 直至現在 就是一種令到不同媒介 都可以去駕入社會的一種方法 另外就是動畫 都是一種可以駕入的媒介 我想版話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複素性 可以需要印很多張 可以印很多張 這個是在做動畫的時候需要的 好像廖少珍有一個例子 就是他有一個作品叫水中舞 他有一次去到水族館 看到水墓在油的輕盈的狀態之下 他覺得很漂亮 於是他就做了一系列的掃描 在水族館裡面 然後就用無水石印的方法 去印出來之後 那個圖像用軟件變成一個動畫 一個視態動畫 一個視態動畫 將一個平面的紙本藝術 就變成有聲音 光影 時間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很特別的方法 將那個紙本離開一個平面的閱讀 放了它在一個螢光幕 投影 令到你置身其中的一個閱讀方法 我想對於觀眾來說 會是一個新的體驗 是的 因為那種新就是我們一般會覺得 這個版畫就是好像是捕捉了某一個紙本 然後將它變成一個平面 但這次就是它是一個連貫 有時間性的一種創作 還有一件事就是我經常都有印象就是 版畫的效果 視覺效果通常很硬的 但這個是很柔的 這個也是一些相對新的發展來的 我想接下來的新發展裡面 是有一個很具象的視覺的方法 轉型 或者是轉到它 就是說 在它們身處的時代 它身處給它們的感覺的時候 會出現了不同 它們的看法的解讀和詮釋在這裡 這張就是劉家俊的作品 他正在用的方法就是一個傳統的木客方法 他就聘請了他周圍身邊的朋友 多過二十個 那就是為他們做一個超像寫生 那我想我們去想超像寫生的時候 我們很自然就想到就是 油畫或者是素描 但是劉家俊就是用一個最傳統的 木客的方法 還要是黑白木客的方法 還有那個視覺語言 黑白、木客、挑黑都在 看到的很深刻的圖像 就是來展示現在我們在2020、2021年 這個去見到的東西在這裡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再傳譯展式 他所見到的東西 那同時間 紙本我想未必會可以表達到 他想說的東西 那他就將那個印的方法 就是將它作為一個模 倒水泥出來 那我想水泥本身這個物料 亦都賦予它的圖像 另外一個層次的意思在這裡 或者是質感在這裡 讓觀眾去體會、去領略、去解釋出來 亦都令到平面變成一個… 立體 立體 這是一個挺複雜的介入 就是說它是很新的發展 但是它又向傳統走 在美學上面或者概念上面 但同時間它在媒介和物料上面 又向一個新的突破 張紙琦去用蝕刻版畫 我們叫做Etching和版畫 去探索一件事就是畫光 在城市裡面 原來我們會看到的光 是千變萬化有不同 他再用套色這個方法去做出來 我想這個亦都是一個… 當在昏暗裏面 或者是光… 不同時候的光的出現的時候 這個亦都是給觀眾 去有一個不同的層次 或者不同角度的一個解讀在這裡 套色其實是一個什麼技術來 可不可以簡單說一下 在印刷上高的話 我們會… 就算在今天裡面的 柯色印刷的話 其實都是一板一色 就是… 四色的意思就是… 紅、黃、藍、黑這四種顏色 套印在一起就變成彩色了 但是在版畫上 我們歸還原到一個比較傳統的 印刷方法的時候 就仍然是一板一色在這裡 如果譬如說 我們會看到張紫琦 她這件做花那件作品 其實你會看到 在深夜的街燈裡面 那個光… 其實這裡我想最少是有兩種顏色在這裡 一個是黑色 或者另外一個就是一個黃的 昏黃的顏色在這裡 那這裡是表示到有兩塊板在這裡 然後將兩個前後分別印在同一張紙上高 就會套到現在我們見到的顏色出來 那這個就是一個套色版畫的出現 因為我問呢 就是我覺得很匪夷所思 就是我看上去呢 它好像一張相片 可能是舊一些的相片 但是它的感覺是 跟我們印象中的版畫 是完全是兩回事 我想大家是去利用版畫 可以做到些什麼的時候 令到好像你剛才所說的一個變咒 可以做到不同的視覺效果 甚至是視覺語言出來 是 剛才我們說的 廖少珍就是用圖像 石印的圖像 去做這個視覺圖像 動畫 那陳卓欣就反過來 他就拍了一條片 就是那個啫喱又形成了去融化 融解崩壞的過程紀錄下來 然後就採取了其中兩個圖像 用來做它的樹膠染印的作品 當啫喱受失溫的影響 而開始融化的時候 陳卓欣就會覺得 那個是 他對於周圍環境的感覺 就是有些東西在崩壞 有些東西在融解的時候 他自己怎樣去看那樣東西 我想從九十年代技術的突破 到千禧年一種不同的嘗試 去到近這三位代表所說的 就是年輕藝術家嘗試用版話藝術 再說自己的一些說話 我覺得這個也是 版話藝術在美學概念上的一種發展 就是你從外國去進修版話藝術 然後回來香港是九十年代左右 當時九十年代的版話藝術家 面對的困難 和現在年輕藝術家 在這個城市裡面面對的處境 有沒有什麼共通又不同的地方 我想在我九十年代還沒回來的時候 會有一個難題的就是 哦 版話 old school 好像很舊 而且不是我們很當代 因為當代藝術我們很少想版話的 坦白說 當代藝術 要不就抽象 要不就可能油畫主導 或者變成做裝置藝術 或者行為藝術等等 版話就好像很舊 當時我會想的就是 大家會想的就是 我們可以做到什麼呢 這樣 不同的朋友 在個人創作上高 就是怎樣去突破 於是就是怎樣用到電腦 怎樣用電腦去做到自己的事 發展自己的創作語言 在現在上高的時候 所有的條件會比以前成熟 而創意文化工業也是他們 是一個頭身的一個專業 這些東西會令到現在的朋友 他們去看自己的創作 看自己的跡崖的時候 會有一個專業的看法在那裡 而他們希望在這個地方裡面 去找到自己的聲音 找到自己的路在那裡 好多謝阿翁的分享 從剛才的討論 講到阿翁的個人創作 講到跟不同藝術家之間的合作 我們明白到版話不單單是一張紙 其實它是一種技術的突破 一種藝術家說話的方法 甚至是一種社群藝術 暫黎文字幕志祥 我是一個藝術家和產品設計師 主要做一些可能是物件的設計 有做策畫、有做一些藝術裝置 都會針對一些不同的物料去做一些創作 例如之前有做圖瓷、布料 或者利用一些大自然的物料去做一些自然驗的藝術品 探索一下我們跟大自然中間的一些互動 或者用另一個模式去保存 或者繼續傳送給其他下一代的人 讀過一本設計師懸賢哉的一本書 他講白色 白色是被人留下一個空間 可以讓讀者和觀眾多一點互動 白色其實不是說什麼都沒有 白色是留下一個位置 讓大家都可以參與在這個設計或藝術裏面 其實白是一個思想 只不過顏色是其中一個看法 提升了我其實是事物事物 其實事是行先多於物的 想清楚我背後的理念是否說得清晰 多於是只是著重於呈現出來 究竟是否真的漂亮 或者會否是過分執著在一個物料上 我們為何會經常見到很實在的東西存在 其實都是因為有白色或空間 形成一個互相對比去反映它出來 所以其實書裏面都有提到 如果這個世界是沒有其他色彩 那白色相對來說也沒有了它的意義 有所視乎在 Restorant時 就像天上一個大部分的 就像天下泥 那些夜晚它在冷藏 後來看見 是否有本色的 在那裡 有些是非 在這裏面來看見 是否有話 遜角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